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能为自己祖国来讨论他的历史和前途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安的 我们的眼睛是亮的 我们也是像过去一个著名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 那就是1848年俄国的思想家赫尔勤他说的那样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进 我们今天要向后看 目的不是为了倒退 为了向前走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普通的想法 我想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我本人不是共产党 这一辈子唯一的历史问题就是少先被援 我没有参加过共青团 也参加不了共青团 我当然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国民党员 不是民进党员 甚至于直到今天为止 我真的还不够资格做上一个明明人士 这是我本应该搞惭愧的地方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不是想撇清什么 我是想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比较适中的自由的独立身份 这样的话我说起话来比较自由 第二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1999年在美国出版《随时新中国》 在2000年我确实在一些地方讲过一些部分内容 可是像这样系统的讲演《随时新中国》 这还是第一次 我想这第一次的快乐 和第一次的共同的研讨是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是澳大利亚的朋友们为我举办的 我在这里再一次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我简直的介绍一下我的四讲 那么《随时新中国》的第一讲是在墨尔本讲的 在墨尔本讲的是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 我讲了满清旺朝的经济变化失败 政治变化失败和力线改良的失败 这三个失败终于造成了孙宗商共和革命的成功 创建了一个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历史证明 来证明他是一个新中国的 我心中的大中华民国 我的第二讲是在墨尔本讲的 在墨尔本的这个讲演当中 我讲的是内忧外患 内忧和外患 在大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他的遭遇是相当的艰难的痛苦的 可是 大中华民国在1927年重建南京政府以后 还是艰难的在走向共和 不认识来自国际的干扰和破坏侵略颠覆 还是来自国里专制势力 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 打着共和民意的专制势力 或者是以革命的民意来进行反驳的专制势力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在反击着 历史的力流坚定的在向前走 这就是我第二次讲演的内容 今天我要讲的是为国战争和真假抗日 中华民国在1912年创建之后 他遭遇了外族的侵略 外族的颠覆 遭遇了 估计共产主义思潮 前苏联专制政权对中国的虚异的颠覆 并且在他的命令下 中国出现了共产党 中国出现了共产革命 中国出现了在革命的名义下 所形成的一个新性的专制势力 而这一切都像英国 法国 德国 俄国 土豆牙 西班牙一样 在一个新共和国要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遭遇 或者说命令注定要遭遇 内部的专制势力的反托 外部的民族问题的困扰 甚至是形形色色 国际势力的干扰 干扰 破坏 甚至是公然侵略 大家都知道法国革命前后九十九年三届共和国 一百年之后才确认了这个共和 其中就有英国 普鲁斯和俄国的专制势力 其次建成反发民谋 公然侵略法国 扼杀法国的共和国 扼杀法国的共和国 历史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中华民国呢 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呢 我们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元一号所创建的那个 包括外蒙古在内的 那么一千零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华民国呢 他当然也是拦逃之一劫 日本在1931年侵畅了我的东北三层 到过去两年 1929年苏联曾经大体的侵入我东北 占领了我们一百零四个县城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 韩光级将军等一大批爱国官兵 首先是战死在抗河的战场上 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大中华民国创建以后 第一个侵略我国的是苏联不是日本 1931年以后日本侵略了 日本侵略来了 日本侵略东三层以后 很有野性向华白发展 最后在1937年717号 卢古桥事变 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那么今天 会有今年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激烈反发斯斯战争 六十周年的高潮 在这个高潮上 他居然还说自己 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今年 他居然还说 是因为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才领导全中国人民 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 正因为他领导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全面胜利 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他 这是今年的五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向全国和海外发出的 一份纪念抗战的通知上的三句话 也是他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要讲卫国战争 要真讲抗日 我就是想 我们还是从事实出发 从基本事实出发 来看看谁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我先讲三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立场问题 我们在讨论立场关系的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的时候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只能有一个民族的立场 国家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 我们绝不可以站在国民党共产党和任何一个党派 任何一个社会集团 任何一个领袖 任何一个个人立场上 为了说明他是抗日的 为了证明他是领导抗日了 我们就可以把历史像小姑娘一样的 左打扮过来右打扮过去 胡锦涛先生今天在 今天看到六十周年的几次的场合下所讲的话 活生生的把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变成一个小姑娘 他今天说 他告诉他的军队的军官们说 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是我们共产党 所以人民解放军要绝对听党的话 三天以后他为了对台湾的国民党进一步挖心和存战 他又说 抗日战争是不共产党领导的 又过了几天 他又说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靠着民族统一战线才 再战胜了内抗才打赢了日本 是这样吗 历史当真可以这样三天变个样子吗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两个 你试抗了就抗了 你没抗你就是没看对吧 所以我说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必须有个立场的问题 这个立场只能是民族的立场 国家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 不要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上 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说明的是 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 我当然要讲到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 甚至主要是讲这两个党 但是我力求自己能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 谁是谁非 让历史的事实来进行解决 第二 我要谈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 辛亥共产后 我们中国开始走向共和 在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 谁把我们中国 把我们的人民 往着民主和繁荣的道路上推进了 哪怕是一点点 他就是进国 他就是值得肯定的 我想这个标准 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在 第二 1840年以后 我们饱受外患的痛苦 我们遭遇了东西方列强 为了本身的国家利益 来欺负我们 欺凌我们 甚至是公然的侵略我们 谁在了一百多年来面对这个外租入侵和欺凌的时候 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 谁就是爱国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相反 面对外租入侵的时候 只想乘着灌乱大打一场 以独取政权 这人民民族国家的祸乎于不顾 我想 这样的人 这样的党 这样的组织 这样的社会力量 都是不能够予以肯定的 他就不是爱国的 甚至是卖国的 这就是我讲的标准问题 第三 我讲的概念 我想在座的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我们这几代中国人 都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里面 读过这样的话 那就是 中国共产党把前苏联 斯大林 红色发西斯斯大林 反对黑色发西斯希特勒侵略前苏联的战争 称作为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 我想在中国大陆所有读过世界史的朋友们 都会记住这句话 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 可是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国家的立场 旷日持久的艰苦看战 从来没有说过那是卫国战争 没有吧 我想你们不会在中国的语指教科书里面 任何一本书里面 你们都不会发现 他写过那是卫国战争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共产党在那个时候为哪一个的国 我今天向在座的朋友问一个问题 今天不论是海内外 如果有人问 今天的一个中国是谁呀 我想绝大多数朋友都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联合国也是挺势力的 可是我想问你们 如果49年前的那个一个中国是谁的话 大家知道是谁吗 1949年前如果也只有一个中国的话 这一个中国是谁 是孙宗三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还是1931年在苏联的命令下在中国江西省瑞金 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呢 这个只认苏联不认中华的所谓中国的共和国呢 我想共产党今天也不大好意思说 1949年前的一个中国是那个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 它当然更不是满中国 当然只能是中华民国 所以1931年开始到1945年胜利的这一场长达14年的战争 抗日战争 它的本性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当然是大中华民国伟大的魏国战争吧 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冒着生命的威胁 牺牲了无量的宣序和生命 要捍卫的是什么 那捍卫的就是孙宗山先生创建了大中华民国 上海松户大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八百壮士在上海的处属 可是大家可知道 武行仓库那个六层楼的屋顶上飘扬的内顶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民国国籍 它就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 在八百壮士欲选奋战的时候 把这一面国旗揣在自己的怀里 油果苏租河 然后把这一面国旗交给了八百壮士 这八百壮士才在上海 在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的这个状况下 飘扬起了这一面国旗 孙宗山先生在庆祝抗议战争胜利的大会上 就说大中华民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旷日持久的经验 这是我根据 另外我心里的大中华民国 是和我心里面那一种不太愿意说出来的 又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民国 那一种概念不是一致的 所以请大家原谅我讲的大中华民国 我也请大家能够从一个大中华民国里面感受到 我们曾经看创国共和 我们曾经走向共和 好 我做话不谈 下面我谈我要主要讲的问题 下面我讲三个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谁才是中国人民卫国战争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立地主 第一个比较 从现实上来比较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 国民党和共产党 我们来看看谁 有可能成为这一场战争的中立地主 我先说国民党 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民党 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 他的前身是中国同母会 中国同母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 发动了革命艰难奋斗16年 推翻了满清王朝 结束了2100年的帝制 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 创建了大中华民国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中华民国 大中华民国 是中国公民党的前身 和中国公民党的总理 发动共和革命 创建的地方 这是他自己的国家呀 是中国人民2000余年来 在自在推翻专制走向共和的第一个里程碑 是这个里程碑的一个重大历史政治成果呀 这个成果 从革命的意义 从政党的意义来说 它属于孙先生当总理的那个中国国民党 这是历史的事实 第二 中华民国在走向共和的第一个阶段的艰难岁月里面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反对张勋复辟满清 反对北洋军阀在共和的名义下 以行专制之实 这一切 中国国民党在那里都是起了非常巨大的领导和中间作用的 特别是 本发打倒军阀 从今南京政府 初步统一大中华民国 开始实行训政 准备宪政 这一切的历程 都是中国国民党作为主导力量来做的 我必须声明 我现在讲到中国国民党 目前那个名号叫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不是一个概念 我必须声明一下 第三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是孙中山 蒋介石先生恰恰是一个什么人 他是一个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 带领浙江的爆炸团 身上捆着手榴弹 冲进浙江浮渡衙门 推翻了浙江的满清统治 但是光复了这家 他是一个辛亥革命的革命的志士 辛亥革命以后 他参加孙中山的反对复辟的奋斗 曾经被袁世凯公开通缉 蒋介石先生又是领导摆发 打倒军发 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这么一个人 你们想一想 蒋介石这个在我们中国大陆 几代人的心里面的反动派 他到底是个神的人 他是一个根治士 反对复辟的战士 是一个领导摆发的英神 重建中华民国的领寻 这是事实呀 那么从蒋介石来说 他爱不爱这个中华民国呢 这个中华民国从创舰到汉位 对他来讲 他是全部参加的 是和他的血肉相连的 是他毕生的事业里面最重要的事业 也是他毕竟奋斗和追求的事业 那么我们从中国国民党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中华民国跟他的关系非中小可啊 我们再看看 1912年元一号 大中华民国创建了 孙中山先生干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到南京的名校邻去祭拜我们的祖宗 孙中山先生说 文武周公秦杭广武唐宗宋祖 一直到康熙乾隆 一直到他到大中华民国 是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一脉相成的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 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要走向共和的时候 推翻了专制创建的第一个共和国 他不像我们后来的共产党 他是马登列斯毛顿江洪温 他是死要向马克思去报道的呀 他是不会向孙文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去报道的呀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 是我们中国人民数千年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新标志 所以认识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了 如果我们还看清楚了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 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如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样 如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一样 他是第一共和呀 大家想一想 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关系 和中华民族的关系 我问大家 你说日本侵略完了 要灭亡我们的中华民族 要灭亡我们的大中华民国 你说中国国民党到底会不会看战呢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和他修气相关 好 我们再看看共产党 我刚才已经说了 马恩尼斯矛盾江洪人 霍杨先生最近还说了一句话 说百行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是吧 那就说明 他还是要马恩尼斯矛盾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是在1920年8月 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建立的 是境外 也就是外国的政治势力 在中国建立的一个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 苏联交给他两个任务 一个任务 那就是颠覆中华民国 第二个任务就是消灭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由新海革命所创建的大中华民国 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 新海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同山还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说得好听一点他称它是旧民族主义革命 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定要推翻它打倒它的 但从这个理论上来说 共产党对这个中华民国 它有多大的感情呢 这个大中华民国 这个正在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大中华民国 跟中国共产党在理性上 在建议的历史上 在党的关系上都到底有何关系呢 你看1931年他就创建了中华苏维尔共和国 他就不承认中华民国 斯大林在给毛泽东走中共中央的所有的命令和文献当中 有一句话 那就是说 在1929年 当斯大林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 他下命令给中共中央 说谁是真诚的忠诚的毫无保留的真正奉献捍卫苏联 谁才是国际主义者 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所以中国共产党马上宣布武装保卫苏联 最好 但是在苏联大举亲了中国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 发表了60号通告 我今天不想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理论上 从思想上 从来路上 从感情上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场 旷日持久的 关系到我们伟大民众血脉的 为国战争 它是 有满心的捍卫之情 还是想沉积作乱呢 我不想解释 我们只问这种可能性 只从性质上来说 从理论上来说 第二 从力量上来说 1937年七七卢公桥事变之前 当时的大中华民国 在军事上有辱下的这样一些力量 它拥有陆军270万兵员 它拥有10万灯位的海军军舰 海军军舰的总灯位是10万灯位 它拥有600架飞机的空军 也就是说 除掉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我们都不谈了以外 仅仅从要打仗这个角度来说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拥有的是这么一个力量 270万陆军 10万灯位的海军 和600架飞机的空军 中国共产党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 到了陕北 只剩下2万人亡 13000杆枪 占了三线之地 而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我请问大家 长情长礼 松户看仗 1937年的松户看仗 打了三个月的松户看仗 日本投入兵力50万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投入兵力70万 120万的军队 在上海杭州一线 举行了空前的大会战 我请问 那个离上海几千里以外的陕本 有一个叫共产党的中国红军 也就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 它有13000杆枪 有2万人吧 它能领导得了这一场 120万人打的会战吗 它能在这个会战里坚持得了吗 我就不说它其实一个人也没有派过去 所以这是从长情长礼来说 它是不可能的 徐州会战的准备力量 日军是40万 中国军队是1万 武汉大战光是消灭日本军队就是20万 中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 我请问 中国共产党的一万三千杆枪 能够领导得了吗 能够坚持得了吗 我就不说 你在1937年全面抗党爆发之后 你只是国民革命军的第十八集团军们 你只是新军里面的一个新四军们 你的最高统帅部是主帅是蒋介石 你怎么去领导了 是他领导你们 不是你领导他吗 所以我想我们那些朋友过去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 在四十岁以前 我们都是共产党说什么我听什么 共产党说什么我信什么 你讲反正我就听 你说你看仗我就相信你看仗 你说国民党不看仗 你相信国民党不看仗 今天 当我们认真地对待自己民族的抗日历史的时候 维护战争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站在民族国家人力的立场上 在分析这些最浅显不过的问题 非常浅显 一个小孩子都给你们讲得通的嘛 所以我就觉得 从这种比较上看来 共产党是不可能领导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而有可能的呢 当然不是 国民党 我现在说的 还是有可能的 第三个比较 第三个比较 从事实上来比较 也是我今天要讲重点 我们看看 中国国民党 以及犹他执政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是怎样领导和坚持抗战争的 第一 不是不抵抗 是抵抗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中国大陆所有多数人都知道 讲的是不抵抗 国民党不抵抗 忘风披靡 把大好和尚拱手相让 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有这些话 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国民党不抵抗 讲的是不抵抗 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谎言彻底结穿了 2004年 第一期炎黄春秋杂志 在中国大陆出版 这个杂志上面登了一个历史学教授叫曾锦中先生的文章 他的文章屏幕就是 但是蒋介石不是不抵抗 他举了下面的例证 他说 1900年5月28号 张学良在记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说 蒋先生从来没有命令我不抵抗 不抵抗的命令是我自己下的 因为当时日本挑衅 我想和平解决 不想扩大事态 所以我给东北军下了个命令 叫不抵抗 1991年 6月14日 张学良先生在纽约和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明 世界日报的著名创报人之一李勇先生 在会面的时候告诉他们 说蒋先生命令我不抵抗 他的原话 全是扯的 都是我说的 怎么能带到蒋先生从上去呢 第三 现在美国高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历史学教授 张宇之 他是专门给张学良做法文记的 做他的口述历史的 他给黄岗一部稿子 他也这个稿子也在部分的用在其他刊物发表 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我跟随张学良先生6年 6年当中他一再的告诉我 蒋先生从来没有命令他不抵抗 有人说命令不抵抗的文件是藏在于凤志的手里 张学良又说那是扯淡 但根本于凤志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刚才所讲的 张学良先生的这三段话 都是在蒋介石先生已经死去受人以后 他不会怕的 他也不可怕的 所以不是不抵抗 是抵抗 这是一个 蛊惑了将近六十年的一桩历史悬案 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曾锦忠先生 终于抖着胆子 在中国大陆的杂志上 把他公布发表 当然张学良先生 他有一句话才没有说 因为叶军在占了沈阳在进攻锦州的时候 蒋介石给他破了多少次电报 叫他坚决抵抗 他根本没有听从蒋的命令 而是偷偷的带着骑士往大军套支摇摇 他当然自己就不认识这一段故事了 这是其一 其二 是安内让外 不是指安内不让外 安内是未了让外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历史教科书里面 老实说蒋介石国民党 是先安内后让外 所以他才不抵抗 他找这个理由出来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 有没有最近看到汉武大帝这个片子 电视剧 他就说了汉景帝 在命令七王之乱的时候 他就发现 那些歌剧的诸侯们 和北方的匈奴 跟基在一起 共同来推翻朝廷 在这部电视剧上 当情节发展到这个时候 我们大陆的编剧导演们了不起 他借汉景帝的口 说了一句话 他说 必须是先安内后让外敌 朋友们 家不和外人妻吗 家和万事性吗 家人不和 成天打架 外敌才会入侵吗 家人不和外敌打进来了 首先第一件事是不打了拳头对外 对不对 所以要安内 崩安内何以让外 1931年 9月18号 日军侵葬了东三省 9月20号 正在指挥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先生 只好停止了这个围剿 转身飞回南京 处理跟日本的战争问题 你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表现的吗 9月21号 共产党就发表了宣言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 胜利成功 并且就沉着这个日本进攻的机会 他把他原来只占了五个县 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原来只有两三万的兵力 发展到五六万的兵力 乘着不烂当头 乘着江先生 蒋先生没办法围剿他的时候 他就大大的发展了一下 你说 蒋先生是不是富费受敌 1933年 当日本人从东北企图沿着长城西下 从东向西沿着长城来分割我们的战场 企图占领华白的时候 蒋先生正在江西郎仓指挥第四次围剿 没办法 蒋先生之后又中断了这次围剿 飞到长城 在长城余光热河三大战役当中指挥作战 亲自指挥作战 总做了日本帝国对华白的一切 没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在江西的革命又大大的发展了一切 从二十个县发展到四十五个县 从五六万人马发展到三十万人马去 我问问你到底 不安内行 不安内不行 不安内行没发展 国人不能团结一致 何以抵御侵略者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蒋介石先生从0928年 你执政于中华民国到1949年的大陆失败 22年回1986年在武汉大学有个讲演 我那时候胆子也是左胆包天了 结果我一下冒出一句话 我说22年当中 所谓十年内战 八年勘犯 四年解放当中 从头打到尾 没有一天没有枪声了 没有音乐 没有叛乱了 另外一个岁月里面 他怎么能够不想到要先安内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49年建政建国之后 再多的有年纪的朋友都知道 毛泽东时代三十年了 包括毛泽东的时期 在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家庭的门口 过年听门队子都是三句话 左年是听毛主席话 右年是跟共产党走 横年是社会主义好 是不是这样 外无外患内无内忧 到今天56年 稳定压倒一切 几个工人扎了一个花圈 去到天安宁广场去 纪念邓小平 五个警察 车子开过去 跳下来 扑上前 把他踩在地下 扯了烂的花圈 五个人全逮捕 为什么 比纪念邓小平也是不利于稳定 这张照片和新闻我都剪下来 两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女孩子 在北京东郊里强奸致使 本班的二十几个同学 要为她看追导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下令北京大学不准许看追导会 原因呢 不利于稳定 想一想吧 五十六年没有外患内忧 既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 也没有苏联的颠覆 内没有军阀造反 也没有人民暴动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稳定压倒一切 面对着日本帝国的疯狂的大举的侵略 他要稳定压倒一切 偷我张合 柔恋我人民 难道蒋先生不应该安内让外吗 先安内后让外吗 安内是未了让外吗 这也是很普通的道理 第三 国民党还有一个罪名 叫做消极抗战 不是积极抗战 我现在反过来说 是积极抗战 不是消极抗战 我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 基本是 那么我说两点 第一 他不是不打 他是要准备好两战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中华民国在1937年七七卢古桥事变之前 他所拥有的陆军海军空军的数目和质量 那我现在再跟大家比较一下 1937年七七卢古桥事变之前 中华民国所拥有的陆军兵力270万 可是日本人所拥有的陆军是448万.1 比我们多了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日本一个师的陆军的装备 是我中华民国一个师的装备三倍 我们的许多陆军士兵是三个人火烂之枪 我们的士兵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官兵是拿自己的肉体填进去的 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 日军的海军灯位190万灯 1935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海军会议的时候 曾经要求日本的海军灯位和英美的比例是5比5比3 可是到1937年提起卢沟桥事件之前 日本的海军灯位是190万灯 是我中华民国海军的19倍 那就不说人家有航空母舰 我们的巡洋舰 第三 我们拥有飞机600架 日军在全面清华战争爆发的时候 拥有飞机2700架 你们比较一下这个军力 大家想一想 不准备行吗 27年才打到南京重庆南京政府 28年12月31号 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职 中华民国初步的获得了和平与统一 这之后29年李宗仁、冯玉强、银鞋商造反 28年29年一直到37年 中共在苏联的命令下 不断的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 建立苏VIP权 国家就在这样一个外患内忧的极其痛苦 和艰难的条件下 要抗日 你对有力量 蒋介石是怎么准备的呢 他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是他的原话 不是不答 是准备好了再答 他第一个准备是他的思想准备 1931年918之后 也就是9月20号 他的日记上面写了一句话 他说 日本侵占了我东三岁 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1932年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日本的侵略野心是不会磨灭的 如果中日战争真的打响 我们将首都前往四川 以坚持长久的抗战 1935年他在对法国英国的记者们说话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我们中国人 只要能够守住 四川 云南 军发残余的残余 在守住自己的一块地方 并不听南京中央的命令 蒋介石先生 1935年 当时的大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 军队从背后进攻日军拖延了他 进入北京相当长的时间 蒋先生毕竟是当时的最高领袖 他能够在地上爬一千里 我看也不容易吧 他就是这样准备的 他还准备的 我今天就不说了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三七年前 中国现代史上的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蒋先生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整奔财政 他使的这1928到1937年的十年 他的每年的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数字 是12% 比现在中共改革开放的保七保八 还要多四到五 这是第一 在19290到1931年 全世界经济大萧条 作用我中华民国经济大发展 短短的三年 投资工厂 大型厂贯六百六十家 短短的三年 新增资本 两亿五千四百五十余万元 威有中华民国经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蒋先生整顿的财政 紧备军备 拿出大量的钱 向德国花了一亿金马克 准备装备中国陆军八十个司 可惜到1937年3月的时候 只装备了四十个司 蒋介石先生 他在商东、江苏、浙江、安徽等沿海部分 挖了四千九百个帐号 以迎击日军 当时被称为中国的马其洛文献 你说他没有准备吗? 他准备了 他还准备着什么呢? 日本当时的光返长官阿布信秦 曾经说了一句话 千万不要小事 南京国民政府的整顿财政、整顿军备 特别是发动了新生活运动 他认为 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他的文章发表在日本大大校团的报纸上 他害怕蒋先生用新生活运动 来提高我们国民的精神素质 我们的人格本质 他再准备 他没有不准备 你们不知道 准备有的时候是不能公开准备的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面 这个小巷子的门口挂的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小集会的牌子 这里面在干什么吗? 这里面在研究对日长期作战方案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们了不起 他们今天从点点滴滴的方面 把中华民国政府 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现在所为抗战做的准备 一点一点的发掘出来 第二 不是不打 是该打的 是该打的 必打 就在共产党和一些左派人士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这些南京政府 不是积极抗战 而是消极抗战的时候 蒋介石打了两大战 一大战 就是第一次松户抗战 193 21月28号 在上海扎柏开始的这场战争 所有读过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 都会知道 128松户抗战的主力 是 是九路军党 是蔡廷凯的十九路军党 是由这两个精卫所组成的第五军 军长是后来同共的张志忠将军 八十七八十八师战斗在松户的战场上 可是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看战 全世界的慰问殿 中国人民的慰劳的物资全部送给了十九路军 你想那天天在牺牲着 在流血的八十七八十八师的环浦的光兵们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二月二十八号 当第一次松户大圣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江先生亲自写信给八十七八十八十一冠军 他们说 国家尚在伪难之间 个人融入又算得了什么 当我们在为国牺牲的时候 全会有荣誉之争 让外界全部都知道这是十九路军打的 都知道是我在不抵抗的 中国的政府和我是要摩求和平解决的 但是让国际上感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人是一定要打的 几天以后 他又写了封信给八十七八十八十 说外界的一切宣扬未来都不必放在心里 只愿你们能够将国家民族放在心中 我与你们共抗之 我说十一年 我每读到这里讲到这样 都是很感动 今天计第二七鬼神 他宁肯来人骂了 他不说是他 他一方面又要用我们军队的气概 来显示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 一方面积极的摩求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场战争 来准备这一场战争 所以我说他是该打的 1933年长城抗战 日本人西线 沿着西线下包抄华北平原 侵占华北平原 他认为是被打的 他亲自在长城战役 宜观战役 日和战役自己指挥 我们有六个国民党将军 是战死在长城抗战的岁月 1933年的春天 所以是积极抗战还是消极抗战 是积极抗战 不是消极抗战 我们再看看 国民党抗战是血洗的事 我今天当然没有时间的 一场战予一场战予讲 一场战斗一场战斗的说 但是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基本的数字 这个数字 是我们中国大陆学者的大多数朋友 都比较一致认定的 我告诉大家 从1937年 七七罗国桥事变到1945年8月5日 日本投降的八年全面看战当中 全面的上海第一次松户看战 长城看战都不算 就在这八年当中 大型会战二十二次 什么叫大型会战 投入十万兵力之上 才叫大型会战 著名的大型会战 上海第二次松户看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残沙三次会战 我告诉大家 当残沙第三次会战 在1941年打响的时候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有一篇报道 他怎么报道 他说 在全世界的猛军战场上 只一片灰头土脸 因为在猛军和希特勒 意大利和日本 发西斯真正开战之后 也就是这个中党事件之后 猛军在战场上是集结败退 一年多当中 没有打过一个胜战 只有在中国的长沙的上空 才升起了光彩独目的云彩 因为我们三次船上大战 尖敌二十多万 三次都打赢了 二十二次大会战 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大型战役 大家都知道 泰尔关大战 平行关大战 这是一千一百一十七次里面的两次 小型会战是两万八千三百二十次 其他的无数的遭遇的 游击的都不算 我们的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以六比零的姿态 签灭了日本的王牌的飞机六架 就在上海上海 这是中华民国空军最大的骄傲 八月十四日 这一天定位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空军的空军节 来自台湾的空军 可能都知道我们大部分的范儿不知道 我再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 除中共军队以外 他牺牲了多少人 陆军 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 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活活打死的战场上 还有一些失踪的永远找不到他 这是根据花民军计算出来 中国国民党的将军活生生的战死在抗击战场上的是206位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了对台湾国民党的第一次统战 曾宣布八十五位国民党将军战死在对日看战的战场上 半年以后荷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篇一本书 叫看日战场上训国的国民党将军 承认一百一十五位国民党将军战死战死 今天中国大陆民众 我们大陆留学生 他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和功夫 终于查出来是206个国民党将军战死在抗击战场上 1929年到1933年短短的四年当中 前身是黄埔军校 后身是南京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 两万五千名 其中一万名战死在全面抗葬的前四个月 这是学习的事实 这不是默写的谎言啊 我们再看看 罗斯福总统是怎么说中国国民党看到的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如果被现在中国著名泥澜里面的一百五十万日军 全部能够撤离中国的大地 走到了太平洋上和我们决战 那么他们南下印度洋 转过印度洋通过红海进入地中海 和德国法西斯联手 第二次大战的前景就是人类不能想象的 士党国大学一个已经去世的教授 易劳易先生 在他的一本书中说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道话 在与一个装备训练 都没法相比的军队的比较中 中国国民党的独立艰苦的长期抗战 是世界的一个奇迹 与英国相比 他得到了美国的大量的军事资源 与法国相比 他只跟德国人打了六个星期就失败了 亡国了 可是中国国民党和他的军队 在中国的土地上整整地战斗了八年 他们在抗战的前期给日本人沉重的打击 破灭了日本三月黄华的美梦 然后他们在前期的抗战取得了军部的胜利之后 从沿海地区撤退到后面 他的大后方 然后从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的两个方面 和日本纠缠战斗整整八个联头 他后面这句话说的叫我心里很难过 如果历史对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仁慈异点 如果战后 中国国民党和他的南京政府能够得到一个安宁的环境 重新建设家园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 都要把中国国民党抗日反发西斯的封工伟绩 当作一片片史诗来进行描写和记述 我再看到他这本书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真的忍不住我在书的每一句话 让全世界势力的历史学家们都见鬼去 我们今天中国大欧的历史学家们 不是台湾的历史学家们 从1985年到今天整整二十年在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 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发掘 我们所寻找回来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说真的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当今中国的几代中国人 历史真的被发掘出来了 我感到遗憾时也感到痛心的是 我们有那么多的国民党抗日的名将 抗日的官兵不是死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 是死在后来的内战 甚至于死在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的刑场上 大家看看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学习的事实 他的抗战是个学习的事实 这就是这个学习的事实 才逼迫着要对台湾挖心 要对台湾中国国民党进行一轮再一轮统战的 中国共产党在逐步的悄悄的 不情愿的 弄虚成作假的 承认的国民党的肯定 从事实上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 我今天的讲语 我刚才说的一个前提 站在民主国家立场上 因为我只讲事实 我讲的事实 而且它有一点 犹如我写的这本书一样 我绝不用台湾的资料 不用国民党的资料 我也不用海外的资料 我自我限制 因为我用中共的文件 大陆历史学家的反思成果 特别是毛泽东选集 来证明谁看战 谁不看战 这是最有益气的 是任何人也没法把它推倒的 那么从这个前提下 我现在看中国共产党 它到底是真看战假看战 领导的看战 还是没有领导的看战 坚持了看战 还是没有坚持看战 它是不是我们看战的中流砥柱 是不是我们民族大救星 我们中国人民是不是选择了它 因为它靠热而选择 好我想问大家 在台湾的许多教科书里面 在我们四九年前的历史的记录里面 和那个时候国民政府的教科书里面 四五年之后到四九年 抗战都不是八年 抗战是十四年 因为从1931年清葬东三水 到1945年日本投降是整整十四年 我刚才讲了 全面抗战之前 国民党是该打的必打 是准备好了再打 那我现在想问两个问题 三千年前 前六年 共产党在干什么 三千年以后到四五年 这八年全面抗战 共产党在怎么干 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 都搞清楚 那我们还是得从事实来 我们从事实来证明 第一 前六年 共产党在干什么 我们一连一连的看 三一年前我不说 三一年九一八 刚刚爆发 九一二十号 斯大林和第三共产党国际 给中国共产党 破了一个电报 命令中国共产党 这个电报的名字 这个文件的名字叫做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 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 就开会讨论 决议 执行 形成一个文件 叫做关于执行共产国际 紧急任务案的任务案 在这个文件里面 白子嗨字的说 现在 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山省 根据第三共产国际的命令 实际上是日本的侵略苏联 已经拉开了导火线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武装保卫苏联 第二点 根据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必须在九一八之后 在全国发动暴动 多取大城市中心城市和中型城市的胜利 我们必须在全国的范围内 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 商人罢市 这就是1931年9月20号 中国共产党关于执行共产 估计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 为此 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60号通告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的领袖 王明等人 他写了这样的文章 叫做 今天 中国的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 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垂死教练 今天 我们必须在反对日本秘国主义的侵略当中 推导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 推翻中华民族 你们看 这就是他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不到两个月 1931年11月7号 前苏联的国庆日 中共中央在苏联和斯大林的命令下 在中国江西省瑞金 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第二件事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 我背给大家听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各地区各省的人民 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 都可以脱离中国 甚至加入某个联邦 大家都以为台独是台湾产生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台独是1928年4月15号 第三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 召集台湾共产党员 在上海霞飞路 45号一个家照相馆的楼上 开了会议 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 并且给了他三大主张 三大纲领 台湾民族 台湾革命 台湾独立 后面我就不说了 是从这里拉开序幕 我称他为共产革命台湾 这是共产党做的第二件事 建立国中之国 分裂中国 制造两个中国 并且它的恶果和影响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年 日本就仿效苏联 劫持仆役在东北建立了维满中国 中国一分为三 1933年 共产党做什么 共产党又刺动原来在上海松湖抗荡挺卖力的 蔡廷侃十九陆军的陈敏书部 策划他模反 要推翻南京政府 要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进而建立福建人民共和国 我讲的这些 你们都可以在1986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 白寿黎先生主办的 中国现代史教科书 假的吧 我再告诉大家 1932年 第一次送付抗战的时候 当这个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 我们的国民党光兵将士薛流成河的 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没有派一兵一卒到上海去 支持送付抗战 是派了什么呢 是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到了战争的前线 干什么呢 要号召国民党的士兵团结起来 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审判和处决正在浴血抗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他也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中共的文件里面 中国的现代史教科书里 请大家参与北京十万大 这个这本书 中国人民大是编入中国现代史的 当然它是在革命的立场上来描述这个故事的 那么1934年大家都知道了 有个重要的事情 1934年的10月21号 晚上八点钟 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和文件里面说 我们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 南下同围 记好了 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 中共中央红军在江西在瑞金南下同围 可是就在这本书过了几页之后 我们的中文历史学家们又说 1934年10月21号晚上八点钟 中共中央红军庄严宣布 百上抗日胜利长征 我们想一想 这个失败南下透为不就逃跑吗 怎么又忽然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就变成了百上抗日胜利长征了 我告诉大家 我研究谁是新中国的问题 现在是就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我就查 我就追啊 我追到最后发现什么呢 它明明是万兰讨 它要跑到哪里去了 它要跑到湘西湖南西部 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股红军 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可是跑到那儿以后 发现这个根据已经被剿裂了 它又万兰跑 跑到贵州东部 因为那个地方也有红军的一股势力 割据在那个地方 可是它去了以后 也是那个地方不存在了 它没办法 它只好所谓四渡撤水 然后向西北方 越过四川 到了四川的北部茂公 你看它从江西瑞京往南 然后这样往西走 大家可知道日本人在哪里 日本人在东北 你往西北方看 它要跑到西北去 打通跟苏联的道路 以便在围剿之下 不能存活的时候逃到 所以这个百上科是很有意思啊 而且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有宣传机播种机 什么机都有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会呗 从小都会呗 可是也就是在拉字口嘛 毛泽东问他的秀才嘛 你说我们到底跑了多少米啊 这个秀才告诉他 大十万八米吧 毛泽东说 就两万五千里叫长征 你看 两万五千里长征 一个多么革命的浪漫的概念嘛 一个引动了多少年轻人心思和感情的历史 可是他是一个假东西啊 这是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他在干什么 一九三五年他跑到了陕本之后 他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号 他在甘肃的俄界镇 开了一个政治局会 毛泽东说 我们有对消灭的威胁 我必须提醒大家 所以 我们必须要向靠近苏联的边界走去 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如果必要 就直接进入苏联 十天之后 九月二十八号 在甘肃的庞罗镇 中共北洋政局 兴高采烈的开了一个政治局会 为什么 他们意外的发现 陕本还有股红圈 陕本出了罗志丹麦 刘志丹在陕本居然还有两万军队在里面 那个地方是个土匪 校区的地方 中国历代农民造反的失败的英雄 都是去这边 那么毛泽东发现以后 然后就在庞罗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我们不向西白走了 我们就留在陕本领导全中国的革命 他没有说靠文字 一九三五年十一日 在瓦瑶堡 大家都知道瓦瑶堡中央有一个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突然接到了 一年之前 莫斯科做了一个决定 要抗日 他把这个一年前的文件拿来之后 一看 他忽然发现 我们怎么就没有想起了用抗日这点大帽子呢 我们在抗日的旗号下可以反对蒋介石颠覆中华 盟国消灭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 他忽然觉得有个大发现 于是他在瓦瑶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号召千百万群众 组织浩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请大家查毛泽东语语论 这就是毛泽东在三五年他们的整个的状况和他们的实现 1936年大家都知道 他在反蒋抗日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他终于找到了 在他眼睛里 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张学良 因为张学良的父亲 张正林把共产党的领袖尼大叔叫死了 策划了喜安死别 要杀蒋介石 可是当他们要杀蒋介石的电报 托到莫斯科到了斯大林省的时候 斯大林接成什么样子 当场亲自拟仪电报 命令中共中央不准杀蒋 并且认为这是日本间谍所为 当日本的在东北的关东军知道 蒋介石西安死变废寇的时候 日本关东军整整狂欢了一个夜 整个军队在逃亡 这就是前六年 大致上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席监约他没有说过抗日 有人说 那方志明不是打作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吗 我告诉大家 那是先遣逃跑 不是先遣抗日 那是1934年10月 眼看着第五次围角撑不住了 共产党第一次有一个人想起来 我打的抗日旗号我跑 结果还没跑到江西就被抓了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刘志丹 在陕本的时候 他曾经东进过 有人说刘志丹东进抗日 那不是西奥华 他抗什么日 他是抢羊 然后被人从背后打了一枪 今天大陆这些秘密都已经揭开了 那么就是当毛泽东到了陕本 以后 大家知道张国陶有个第四方面军 是在安徽、荷兰、湖北交界大别山 就是我的故乡的北面 在这个大别山里面 他有相当数量的红军 结果他带着相当数量的红军 西陶五千里到四川在冒攻 和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会合 原来在湘西、贵州、四川边境的 红二、红六军团 也跑到了四川北部和陕本 和他们会合 大家看一下 没有一个是往东北跑的 就在会合之后 张旭年还有四万兵力 斯大林命令 斯大林想侵占我们的新疆 想拿着我们甘肃富老的核套地区 他命令共产党要在新疆和甘肃北部 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于是后 张国陶西进南下天权 向新疆和甘肃北部进军 没想到被我们的国民军搅光 只剩下几百人逃到苏联 直到全面干涨开始才从苏联回来 他的著名的领袖人物就是徐夏浅远生 这就是1931年到1936年他们所干的事 那么共产党说八年抗战 他领导了八年抗战 领导了八年全面抗战 是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 是这样吗? 好,我们来看看这八年他怎么干的 第一 要日奖火拼 不是庸讲抗战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先生有一个秘书叫李瑞 现在很健在 大约已经快九十岁了 他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卢山会议回录》 他详细地记住了毛泽东在49年以后 大概是5859年的一次卢山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毛泽东这样说 当时我叫你们不要抗日 你们开始还不能理解 我们怎么能够和国民党蒋介石一道学打日本 我们应该让日本多占地 现在是国、共、日三号 共产党应该和日本来夹击国民党 推翻中华民国来的政府 当时叫崇洁 这现在可是毛泽东的秘书李瑞先生 白子赫字写在他的国民中 99年出版后来被禁了 当然,为了这本书 前毛主毛泽东先生的秘书李瑞先生 现在是24小时见过 不仅如此 当蒋介石表示了诚意 要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共产党在1937年的年初 和1937年的8月 两次向国民政府做了四项保证 保证福音三民主义 保证不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 保证不在号召阶级斗争 保证不在分隔地主的土地和财产 四项保证,两次保证 可是就在这两次保证的时候 毛泽东又干了什么呢? 那就是37年 77卢谷桥事变之后 8月份 山西的看仗已经打得血流遍地的时候 最高统帅部命运保证 已经是穿了国民革命军的军装 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饷 扛着国民革命军给的枪支 要他们上山西前线的时候 毛泽东拖不下去了 37年8月20号到25号 在尼延安西边50公里的洛川线 开了一个洛川会议 了解中共党史人都知道这个著名的会议 在这个会议一开始 当时名义上的共产党总书记张文天 就做了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理由就是 我们要学习低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让俄国政府失败的战略 在这一次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要让南京政府失败 让日奖火币 最后我们就能夺取政权 这是洛川红会议的背后 他们在会上讨论的 被毛泽东赞成的 而且毛泽东立刻站起来说 大家不要去充当什么抗日的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飞机打炮 可是比蒋介石的厉害多了 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 其实要做过系的思想工作 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国的人都知道 毛泽东动不动就说 要做过系的思想工作 你们知道毛泽东第一次做过系的思想工作是什么吗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共产党 暴露军新事群里面还有一大批 他们已经讨厌了内战 他们觉得在这场 为国战争当中 抗日战争当中 他们愿意打 他们愿意为国效果 被效果 不是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我们不能够说话的时候 什么都给他说死 这不是事实 可是毛泽东的不看仗路线 阴谋看仗路线 在共产党里占了上风 并且在共产党里 成了共产党中央的军事 成了党员必须服从的一个指示和精神 所以才造成共产党不看仗 那么 诺川普以对外发表的十大纲领 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是高韩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毛泽东在1939年 从周恩来亲自交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上面就写了 先生领导全民族看仗 国人无不及量 这现在这些文件的大文都已经出来了 可是他怎么做的呢 他不看仗 他要是讲火兵 他要利用日本清华来消灭南京政权 消灭国民党的颠覆中华民国 1937年就苏联第三共产国籍派驻到延安的塔斯社记者 皮德·弗拉基尼洛夫 他作为这双重神社在延安整整待着花 他写了一本《延安日记》 八三年代小平曾经把这本书出版过半年 在内部发行 一看行事不妙 赶快收回 佛告诉他们 金银春节 北京一家最大的出版社 用一个假出版社的名字 把这本书又出版了 现在正好七百年 六七生二次黑皮 整个书是黑色的 叫《延安日记》 一道白线画过延安 在这本书里面 这位苏联记者强细地记录了 毛主席和他的党中央是怎样不靠日 怎样打国民党 希望大家能找看看 这是第一 第二 是游击扩张 不是游击抗争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抗争战争当中 说他有几个发保 有一个发保就是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游击战争 农村包围城市 这大家我们这些几代人都是耳熟能详的 是游击抗争 不 是游击扩张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毛泽东的光辉著作 他的选集第三卷好好的看一看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记录的 就是1937年到1945年 毛泽东的文章理论 和他对自己党和军队的命令 整整三十个万字 我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字是指示命令怎么抗日 他 遇到第四卷的三十万字 没有一个字不是指示他的党和军队 怎么打国民党 他在第四卷里面不断的重复这些话 我们要以三倍四倍五倍六倍的军队 军力来揭队国民党军队 他在第三卷里面没有说过一个字说要揭阴日本军队 这个我不敢杀 大家都去查第三卷 他在第三卷里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一座39年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上 以及其他的文章里面 毛泽东说了一个东西 他说游击战争是我们共产党的生命 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就没有共产党的发展 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他没有说抗日成功 他生起来说了游击战争的十八条好处 十八条好处我不能全背下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几条主要的好处 第一 有利于我们建立地后政权 每个城市都可以建立政权 第二条好处 有利于我们发展共产党的军队 连给养的问题都解决了达佐华分析地吗 到人家去分一下东西 第三条 有利于我们整军 也就是躲在大山里面练兵 大家看过 平年约就会和共产党拍了几个电视片 当时的电影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很多片 大家记得一句台词吗 鬼子来扫荡 发路军进山 知道吗 我想知道一定有朋友记得 鬼子来扫荡 你也去打去 你保护随便去打 你跑到山里面看什么 躲在山里面练兵 这个共产党自己开词不是我编出来的 是吧 所以 他讲游击战 十八家好处里面 就是可以发展他的军队 还有一条好处 他说 我们只有打游击战 我们就能在广大的低后 取得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功 什么成功 那就是独占地 一百五十万的日军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他能占多少 他只能占一点和限 那么他 占不到的地方共产党就去了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有句话 就是抗大的西奥哥 叫到敌人后方去 没有说到敌人的前方去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有次讲演的时候 有一个游学生就问我 我还没有想起来说这个东西 他问我 他说姓老师 这共产党抗战怎么回事啊 这两军打仗总有个前方 他怎么老是唱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呢 日本人站不到的地方他就去抢嘛 所以李锐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 毛泽东说要多占地嘛 让日本多占地 日本占了地狱多 共产党到地后占了地狱多了 是不是 第四条好说 异于我们发动群众 异于我们发动群众 异于我们做八路军和兴死军 做他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 所以毛泽东在第三卷里面 还有一些文章说得很漂亮 他三句话大家听着会觉得 真的他很厉害 他说抗战之前是连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打仗 打的就是运动战 他说将来我们打国民党打蒋介石 也必须打运动战 因为只有运动战才能彻底地解决战争的问题 可是现在抗日只能打邮寄战 打邮寄战在抗日上虽然是个态度 但是却是我们共产党的生命线 所以我说他是邮寄扩张不适 邮寄抗日 难怪国民党当年说他有耳不及 何止是有耳不及 第三他是专打国军不打日军 如果说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们也要打一两个漂亮的仗 说明我们共产党是打了以后 那是为了宣传用的 毛泽东在1937年8月15号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南方邮寄区发了两个秘密指示 在这两个秘密指示里面 就是一边开路上会议 发表十大纲领的时候 一边发指示 在这个指示里面他这么说 他说我们要是遭遇到日本的小股部队 并且是不得不打的时候 我们也要打一下 打了就好 而且主要是打伪军 然后我们就宣扬我们共产党抗日 批评别的党不抗日 请大家谈毛泽东选记第三件 我一个字敢说好 这就是他的游击战略 他要打国军 他打国军 大家都知道有个很大很大的事件 叫瓦南事变 中文来有八个字 叫千古一夜 千古其冤江南一夜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民党真是太坏了 他居然不打日寇 专门打着共产党 打我们新四军 我们从小就讲起来义愤填音啊 我1968年和我们一批同学 下方的安徽金蟹茂营的时候 我同学下方的人我去看他们 我和同学们就发现 每一个村民的胳膊上都挂了个白布条 上面有两个字叛徒 那我们就问了 他说你怎么是叛徒呢 他说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 今天国民党来了 明天共产党来了 那反正对两个都是叛徒 我说都是叛徒 今天跟共产党过 明天跟国民党过 当然就是叛徒 对不对 他讲完了以后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岁 我问他 他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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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得打火了 国民党才揍了他 我当时当然听到这个话 坑都不敢坑 想人不会想 我不敢想 不可能去想 可是后来我研究的时候才发现 网南市变的背景是什么 大家知道 还是查毛泽东选旗第三卷 在毛泽东选旗第三卷里 毛泽东在1940年5月4号 曾经给东南局有一个指示信 这个指示信 当时神经理员 现在在毛泽第三卷里 这个指示信怎么说 他告诉薰四军 第一 你们必须服从延安的命令 而不能服从国民党的最高统帅 这是一 第二 你们必须是第三卷区的故族同韩德勤们 他们要你向东走 你叫向西走 他要你向北开 你就向南走 第三条 中央给你们的命令 在明年一年之内 必须在江浙两省发展十万军队 揭秘第后的政权 你们能不能完成 大家知道 他在这封信里面还说 我们必须在国统区长期掩护等待时机 我们在看上了低后区 我们在这个低后的区域里面 我们一定要抓紧每分每秒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 绝对不服从国民党的指挥 正是这封信才导致了 瓦南事变的发生 最高统帅部命令新思军是这样上江板 新思军不服从命令 非要那样向上向江板 并且新思军跟八路军相比我想告诉大家 说心里好 八路军的一些下级的官兵们 还有一些人真的看过日 彭德怀是没有什么百团大战的 是百排小战 他有一个军人的荣誉性 他觉得不打日口 他良心上过不去 所以他不服从毛泽东和中央的命令 自己组织了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初 去八堤路、炸掉宝、袭击小谷的日军和五军 他还真打日些战 当然,彭德怀被批评为暴露了五军的实力 甚至于到文化大革命 他被整死 这是他其中主要的罪行之一 反对毛主席 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 平行关大战都知道 共产党说平行关大战是他领导的 我告诉大家1986年 我们大陆的历史是一样 1986年 就已经把平行关大战搞得清清楚楚了 平行关大战是 国民党军队打的 在消灭的日本军队两万两千人之后 林彪怀的将在外 军民有所不受的尴尬心态 和一种痛苦心情 没有理睬毛泽东武风电报 不准他参加平行关战斗 然后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自动部队 搅和了一万五千尽一军大战 这就是共产党的平行关战斗当中的表现 这就是事实 可是 新四军真的 几乎是没有打过日本 专门打谁 打台湾战役的主力部队韩德勤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年纪都看过 上海画剧院 曾经演过一个戏剧 画剧叫 东晋戏曲 东晋戏曲就写的新四军 打国民党军队 大家都知道 还有阿庆嫂这样一部京剧 阿庆嫂不是来的都是客吗 是不是 那来的都是客里面了 实际上呢 都是和他们一起 不是打日寇的 都是打国民党 新四军 不但西纪韩德勤部的主力 看战主力 他甚至于在几次所谓的 黄桥大战 几个大战当中 将两位国民党军队的军长 一个是军长 一个是师长 打得掉进水里 生死不明 他一次战役 消灭了国民党的抗日部队 已经五千多人 当时亲共的左派的大公报 曾经有这么一个报道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 在抗战中出现了空前的统议 这个统议来得不易呀 这个统议是新派之后 二十余年内战的鲜血 外族入侵给我们形成的 可是今天 新四军和八路军 他们不但不积极地抗日 而且不但地去打击国军 甚至打击国军的抗日的主力部队 他将会给国人和国际上造成怎样的观感 大公报甚至感慨地说到 外国有人到中国来 到重启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森中山的画像 听到的是三民主义无党所踪的国歌 眺望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可是我们这些友人到了延安以路看见的是什么 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 是英特勒修勒尔一定要实行的国际歌 是苏联的镰刀和斧头的胆旗 是一国还是两国 是一个政权还是两个政权 中国在看战中怎么了 所以他不打日军打国军 福达基民、若福在延安日记里的许多地方继续了 共产党军队怎么不向前线走 反过来向国民党军队靠近去袭击国民党军队 我告诉大家 还是要看毛雪第三卷 毛泽东有这么一段理论 他说 我们必须打击国民党顽固派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虽然今天的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 大地主的顽固派还在抗战 但是他明天是一定要投降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打击他 这就是毛泽东的反顽理 反对顽固派 怎么反对顽固派 他有一系列的策略 一系列的政策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旗号下 大家知道新四军有一位将军叫彭雪峰 在蛮长的岁月里面 我们都以为彭雪峰将军是牺牲在日克的枪弹之下 不是 他就是1944年在荷兰南部打完打国民党军队的时候被榴弹所集中而死 大家都以为左权将军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是抗日杠死的 是他有点关系 他是在遭遇日军逃跑的时候 被日级轰炸 覆伤 然后死在医院 并且左权将军具最新资料揭穿 他想死不想活 为什么 他在阎刚被打成突派分子 一直到八十年代才被平分 这就是他打国家 他不打日军 特别是新四军 大家都看一看描写的第三军 看一看延安日记 看一看中国大陆出版的 许须多多的历史反思著作 你们会看到 在一个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战场的背后 隐藏了多少内厚和共产党不打日克打国家的这些故事 第四 是重压天不是大生产运动 大家注意网站吗 我多年前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感到很诧异 现在很多大陆都不诧异 北京有个学者叫张岳吉 应该闪耀的药 张岳吉先生教授 他亲自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那个主人公张思德烧炭的地方去调查了 他调查结果是什么呢 他具体描述 他说我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 我一个一个撑罩得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老龙民 别人都说他知道张思德当年死的情况 然后他就问这个老龙民 他说张思德到底怎么死 他烧炭的炭药在哪里 这个老龙民对他看过 然后就用手一指 说什么烧炭 是熬压片 张岳吉教授 是重压片啊 我们大陆每一代人都会唱蓝迪湾了 我们都以为蓝迪湾的里面是多么的了不起 大生产运动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大生产运动是艰苦看战支持看战的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花蓝里的花儿香 那个香味不是花香是鸦片香的 我们被跪得很惨啊 皮特弗拉吉米洛夫在《延安日记》里具体的叙述说 我不断地听到共产党在和日本人做声音 共产党在向低战区输运哑鸦片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面质问毛泽东 你们只不可以中鸦片 毛泽东成淫不淫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在旁边说 过去我们把一大车一大车的盐运出去 粮食运出去换回来的 这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光芽 现在我们把一小袋一小袋的鸦片运出去 换回来是一大车一大车的光芽 我们只用这个钱向国民党买武器 然后再揍它 毛泽东说 这是革命鸦片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种植和贩卖鸦片的委员会 邓发就是主任 主要中鸦片的部队就是贺龙的一二零十年 现在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刚才说了 他不是在革命 他在做什么 他是在扩张他的政权 他利用国拉积需力量 目的就是要占领日本人占不到的地方 所以他不是建议抵后靠日跟进地 他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分裂中国 1937年七七卢枯销事变之前 我刚才说了 他只有三线之地 两万人马 一万三千之枪 八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 已经拐瞎的人口 达到一亿整 他的正规军队一百二十万 民兵一百万 他在中国的广袤地区里面 有十六个行政区 有五个特别的军事区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行政区 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共产党真的发生发展起来了 胡锦涛先生今天又发出一条理论 说我们在广大的敌后 牵制了日客 不 不是牵制日客 牵制国民党 为什么 我问问大家 在1937年之前 从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之前 特别是1931年到1937年 共产党在中国发动蓄穿运动 那就是年年都去发生运动 年年都要到南京烙一次 1931年12月5号 四万学生在共产党的策划下包围了南京国民政府 扎烂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扎烂了他的外交部和宣传部 然后蒋介石是怎么做的 蒋介石从国民政府里走出来和学生平等对话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穿着马褂的蒋介石 站在一大群学生中间 背景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 化解了 可是从1931到1937年 没有哪一年他不搞学生运动呢 从1945年到1949年 他的学生运动是一波又一波 什么红五月运动 反对美帝运动 什么沈从运动 他搞了太多运动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从1937年到1945年 在共产党 在低厚的广袤地区里面 有没有发动过一次反对日扣侵略中国的学生运动 如果大家知道 请大家提供 我到今天没有发现这个例子 没有 大家都说 共产党有个伟大的战略 那就是农村保卫城市 占据了一亿人口的中国农村 在低战区里面 我请问大家知道不知道 在八年全面抗战当中 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 新四军 有没有解放过哪个县城 哪一个中等城市 哪一个大城市 都给他包围了 从北京到上海到这个南方 所有的城市 被日军障礼的城市 都在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包围之下 可是请问 哪一个城市在八年 抗日战争当中被共产党解放的 我所知道的 那就是 他是 不是抗日敗国 他是偷敌民 他是在1945年6月 和日本在南京的 岗村林寺司令部 直接联系 然后日本人为了战争的需要 为了能够腾出手来应付太平洋战场 提出了军部和平 然后毛泽东命令潘汉林和新思军的联络部长杨帆 在南京刚称名次的司令部知境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 当共产党答应日本人 一定和他们夹击国民党 主要是应存蒋政权 主要是消灭蒋介石的黄埔DC的时候 日本人在江苏省送了共产党八座现场 1984年 当南京新华出版社 出版《南京日志》记录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是心惊热跳 1983年当延安日记在中国悄悄的出版的时候 我们少数人看到以后 看到弗拉基米洛夫强细地记录了 毛泽东命令他的党和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民族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是透不透 今天在中国大陆 似乎已经不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巴黎全面抗争 共产党在做什么 它说 它自己说过 它是一分抗日 它是 两分宣传 它是七分发展 不 它是一分抗争 有没有一分不知道 十二分宣传 一百倍的发展 从两万军队到一百二十万军队 从三线之地到管辖一亿人口 你说它是不是成百倍的发展 它的军力 它的势力 已经超过辛亥之后 任何一家有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大军阀 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史学家 在总级八年抗战的历史经验的时候 有一句名言 他说 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战事在八年抗战当中 我们才为我们未来解放战争的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请大家看国内的这些学者们的书记 他们的论文 这句话在许许多多的中共史家的书和论文里 都出现 请大家看北京大学 中共党史学家相亲教授的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本书 最后我要讲它干什么 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有一篇官徽著作叫《持久战》 是持久战吗 毛泽东刚才通过我所讲的 他是在打持久战吗 不 他不是持久在打人 他在持久的干什么 他是持久的不看战 持久的重鸦片 是持久的搞整风运动 整整四年半 持久的把亡民等等要秉承共产国籍的命令 要真正去看战的二十八个半 但布尔什维克整得死去活了 不是持久战 所以三八零五日 当毛泽东在中国的持久战的战略早就确定 并且前期干大已经获得成功 日本三业王华的美梦已经破灭的时候 他在延安发表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 在武汉拜新华日报的王明不补等一些中共领袖 坚决不发表他的论持久战 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他是阴谋 他想利用抗战来扩张自己的力量 他是不是真抗战 王明他们批评他 利用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 扩张共产党的势力 以准备夺权 我们的党史学家们 向清先生和许须多多的党史学家 他们在评论到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时候 有一句名言 那就是在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条件下 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夺取政权 请大家去看看这些朋友的论文 这八年共产党就是这么干 前六年干了什么我说 十八年怎么干 我也说了一些内容太多了 请大家自己度看多多大陆的反思诅咒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有一个 宣传着人人皆知的概念 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胡锦高先生在今年纪念反华西战争 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一再的强调 是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才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的 长期看到了胜利 我告诉大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不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是斯大林为他建立的 1934年的时候 当斯大林感受到了东西方 两个发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的时候 斯大林改变了他的国际战略 不再支持和命令 各国的共产党推翻本国政府 他要求各国共产党跟本国政府搞好关系 一起起来抵抗德国发西斯和日本发西斯的侵略 以在东西两边保卫苏联 其实是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所谓决策和政策的继续 1934年5月23号 在苏联的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多列士 多列士这篇文章的名字是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 我们中国大陆的党史学家们说 它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的一个分界线 1934年6月14号 共产国际的负责人曼鲁易斯基发表了文章 说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是社会主义 是引导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1935年7月1号 著名的共产活动家基尼托洛夫在给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说 不要在表面上强调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要在实际上占据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要让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 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5年7月6号 共产国际哲伟皮克 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政治报告中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 皮克这样说道 中国共产党要在反对日本帝国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斗争当中 将中国的共产党发展到全中国 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文件上的远况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是阴谋 利用统一战线发展苏维埃发展共产党车动共产革命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清点当中颠覆本国政府 所以1935年8月1号 从来没有发过抗日宣言的中国共产党 终于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批准之下 发表了中文和俄文的八一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清藏中国中三省之后 发表的第一个抗日宣言 在这个宣言里面他仍然说 就是王明起草的他人人说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必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为了保卫苏联也必须反对他的侵略 同时反对共产党反动派 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门 所以共产国际的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一开始就是阴谋 等到1935年到36年之间的时候 东西方两个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斯大林猛醒后 因为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那个大厅里面挂着一幅中国的地图 是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绘制的 在这个地图上标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队伍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军队 记号这是1935年 并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占据了一千四百九十五个县城 当时中国只有两千五百个县 第三个上面标明了 中国共产党已经胜利的反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六次为讲 所以共产党估计以为共产革命在中国马上就要胜利 所以他为他制定了一个阴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是没想到这一切全是假话 都是假话 而且就在他开会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南下逃亡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命令中国共产党要连讲抗日 要支持蒋介石 斯大林在处理西安四变的文件当中电报当中说 在中国如果没有蒋介石中国将群龙无首 日本帝国将轻易的夺取中国 那么苏联的危机就来了 你们有谁能像蒋介石那样凝聚中国人的人心呢 你们有谁能像蒋介石那样统率全中国的军队和日本进行决战呢 这是斯大林在他批评中国共产党电报中亲自写下了几句话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一九三五年通过八一宣言宣布之后 毛泽东正在瓦瑶堡 所以他才说要组织千百万群众 号召千万万群组织千千万万的革命军事 今天的革命想法革命进攻的需要 可是到了三六年终于他的逃跑的队伍和莫斯科的电台联系终于接上了 他才知道共产估计已经改变了日务 斯大林已经改变了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决策了一条 那是表面上拥讲抗日 实际上是反讲抗日 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当中 你们还是要看毛泽东选的第三卷 他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共产党在民族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必须行使自己多立自主的权利 我们必须是只能打游击仗不能打运动仗 我们甚至于必须明白民族问题 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 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 也就是说我抓阶级斗争的时候 我可以要他大他就大 要他小他就小 四九年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抓到手一抓就零 今天搞大阶级斗争 明天搞小阶级斗争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那个时候毛泽东就一再声明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 而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级 就是阶级斗争 就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 反对国民党反动态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由我们来调节的 请大家查第三卷毛泽东的眼光 我告诉大家 我在写完《随心灯国》这本书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点不放心自己 我怕我还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 在出版前三个月 我又把毛选四卷认认认真真的读 最后我放心的跟我太太说 我不会错 因为我讲的跟毛主席是一样的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约是苏联为中共制定的 中共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暗动陈仓地把它变成了抗日民族革命战线 大家要知道那不是抗头是革头 毛泽东在给重庆地下工作者的指示当中说 你们要长期隐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你们连一个马腹都要查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成分 它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八年抗战当中 不但不打日扣不抗日扣 不真正地去为中国人民磨求民族解放的胜利 他用绝大的精力利用万长的八年时间 就是渗透在所谓的国统去 渗透到国民党的政治惊喜军事文化等格格部门 他利用国民党给他的种种自由 布置好了自己将来都全打江山的条条战 这就是八年前面抗战当中 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的由来和实质 我讲了第四个问题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他们 共产党真聪明啊 他混淆了一个时空概念 他把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悄悄地和一九四九年 他的内战胜利挂钩了 他明明是四五年他没有抗战 没有领导抗战没有坚持抗战 大中华民国的国民会选择他 不可能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主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在喊 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 蒋介石到上海到南京市 数十万的民宗自动秉择游行 欢迎蒋主席还金啊 迎蒋介石还都啊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人迎毛主席进京啊 如果看那时毛主席领导的南京人民一定要请他到南京来做天下 没有不是这个事实 花花港杂志上登了很多照片 都是当时全国各地人民欢迎蒋介石的照片 连毛泽东自己也说 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 他的声望是如日中天 四五年我们的人民没有选择中国共产党 四九年是因为你打赢了 怎么打赢呢 为什么打赢呢 下一场我会去 我讲的第五个问题 我今天特别要说一说 在全面的八年的艰难抗战罪孽 大中华民国还在准备共和 还在做着走向共和的种种准备 政治上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已经打小 虚弱模糊 就在七月份 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 决定成立战时最高民意机构 国民参政会 两百人 国民党七十人 五党派五十人 共产党五十人 国民参政会建立以后 它是战时的最高民意机构 然后在重新作为陪都之后 国民参政会又建立了县政西成会 就在看战当中 在悬火纷飞的看战四月里 这个政府 这个党他在准备宪政 并且把1935年通过的五五宪朝 在看战期间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总共达到一百一十次 整理出的意见是两千余条 又在这个期间建立了县政西成会以后 又在四一年建立了县政协进会 帮助县政西成会 怎样就能够在战时推进中国的民主 中国国民党在他的全会上 中华民国陪都重庆政府 在1939年决定 我们一定要在1940年11月12号 召开全国的制宪国民大会 就是公布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惜的是战事太紧张了 拖延了拖延到什么时候 拖延到四年年底 当重庆的国民大会堂已经建成之后 1941年8月9号日期轰炸重庆 国民大会堂被炸成一片废尸 中国国民党后重庆政府决定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 召开全国制宪代表大会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 也就是抗藏胜利一年之后 11月25号 中华民国宪法在智信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 他们讲话还是算话 大家想一想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岁月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 血泪横流的岁月 在第二个岁月里面 一方面基于自己的民主理念 一方面被共产党所策划的一些左派政治问题 天天相逼 居然在这八年当中 一步一步的艰难的做了宪政的工作 推进宪政的工作 做了准备走向共和的工作 前面在打仗 后面在搞民主 全世界 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上 这是唯一的一个光辉地方 没有第二家 就是在八年抗藏当中 在重庆 在大西兰 你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办了多少刊物 《新华日报》大家都知道 天天在那里罵过来 还有200家杂志和出版社是共产党办的 我们有一千个文化人从香港 从南洋在日本跟亲战的香港南洋之后 被国民党政府接到了重庆和贵地 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岁月里面 我们今天中国大陆历史学家 经过他们的研究考证 八年抗战当中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被国民政府接到了大西南 重庆和贵地 中国的中级知识分子百分之五十被接到了大西南 中国的低级知识分子百分之三十接到了大西南 看战期间 凡是逃到大后方的中学生大学生都是吃饭不要钱 都是国民政府供给的 每一个省在后方都有自己的中学 这都是事实我的父亲就是国立八中的一个校长 他虽然不是国民党员 他带着学生西行两千年逃到湘西建立了国立第八中学 就是安徽流亡学生生活学习的中学 所以我说 这样一个政府 在当时他给人民的民权 在战争当中给人民的民权 在战争当中给共产党的权利 是1949年之后到今天共产党从来没有给过 五十多年没有外患没有内容 到今天前两年深圳三个青年师任还要组织一个师会 要办一份师刊 结果被判五年吐息 这是政治上 经济上中国的重庆和四川云南地区的工业 就是在八年看战当中兴旺发展起来的 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大型企业二百五十家 在战争初期被国民政府全部接到了大核心 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大西南的金三角工矿企业 在当时支撑了全国的砍战 当时在经济上中国大西南的资本家们 百分之八十二的民营企业都是他们创立和维持和发展的 国营企业只占整个民间企业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万 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支撑这张旷入持久的看战 我们沿海地区全部被日本人障障 我们的关税等于零了 我们的中产阶级在看战的八年当中 他们在银行里的支票簿全部报废了变成了废纸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政府还在大西南施行了1930年10月所颁布的土地纲领 三千五减足 支持自耕农的运动 帮助农民如何耕地 实现耕者有齐天 大家看一看吧 1995年 有四川 重庆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六十五万字 叫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 特别是海外搞民主的朋友 一定要了解中国大陆人民的类似反思的成果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为国民党重庆陪都政府在当年这一年里面 所做下的成绩 所留下的业绩做得非常详细的介绍 在思想文化上 八年抗战当中在大西南 我们的学者专家们 能够仍然在那里做询问 我们的作家们在写作呀 中国的电影史是在八年抗战当中走向了一个最辉煌的境界 重庆和桂林的话剧是一年当中多少不公演 我们的作家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共产党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大家都知道 三天是葛姆若领导 葛姆若就是中共党 葛姆若领导的第三天就是 歌颂抗战 制造抗战文艺的这个团体 完全是共产党 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我们牺牲了几百万军队 我们的军舰全部打光 我们的空军牺牲了那么多架的飞机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烧火的连带里 我们那个所谓逃到大后方的国民政府 还在关心着知识分子 关心着中国的思想文化 给了相当的自由的空间 很大的自由空间 在准备的宪政准备的共和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把四九天一个共产党统治下 到今天的这个岁月 它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给人民的自由 到底哪个多 我们比较一下在外无外患内无内忧的 五十余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文化人 我们的艺术家有多少人被逼死了 多少人悬崖自尽同河之上 比较一下 谁都有毛病 谁都有缺点 谁都有错 但是要比较 我们比较了以后才知道 大中华民国在走过了它创建的初期 获得了公然的反复体的成功之后 迎来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以后 他们起码还是想要走向共和 它并不是利用看战的期间进行独裁专治统治 应该说 训政时期在看战全面爆发之后已经结束 中国的各种党派在看战期间 如雨后春省一样的新兴起来 这为四五年以后到四九年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艰难的信政推荐 留下了一个基础 虽然它后来被消灭在内战的硝烟之中 所以我想跟朋友们说 我们要看历史 要看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 特别要看这段光辉的 看战的民族史 我们从这段历史里看到我们伟大的 魏国战争的艰难和它的胜利 也看到在一个魏国战争当中 究竟谁抗日谁不抗日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一百年的耻辱 所有不平等条约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对全世界反发息战争的贡献 而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被全部取缔的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是在1941到42年全部被废除 就是因为我们抗战的贡献 我们对人认反发息战争的贡献 蒋介石在开罗会上 亲自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个进口 你心里会做何感想 正是在看传当中 由于我们的贡献 对内保家卫国 对外支持和参加全世界 反发息战争 所以我们采成了联合国的三大宣言国 四大创始国和反发息战争的五大强国之一 也许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民国的尺度 看一点历史了 了解一点我们民族的 为国战争的历史了 了解一下谁是真正的抗日 谁是不抗日 我们就知道谁是中流砥柱 谁才真正具有历史的合法性 谢谢